在日常生活中,我们会吃各种各样的食物,同时也会因为不注意而渗入一些毒素。 在日积月累中,对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,比如湿气重、皮湿、便秘等,有一些毒素还会在体内聚集,形成糖湿直毒,最后演变成蓝症。 既然身体中毒的后果如此严重,今天就来教大家一个小方法,迅速判断自己身体是否出现了问题,舌头自检的方法。 正常的舌头应该是舌质蛋红,热泽非常鲜亮,舌它呈薄白色,如果舌头出现以下现象,就说明身体的某个器官出现了问题。 舌头症下药,及时就医,医,舌太疤口,又热症,舌太疤口,又淡黄,嫩黄,深黄,焦黄等不同程度。 一般来说,黄苔的颜色越深,则热贴越重,淡黄肥微热,嫩黄热较重,深黄热更重,焦黄则为热贴,舌太疤黄很干燥,则里热胜,今夜受损,太黄干燥生次,舌有裂纹。 魅力热及盛,今夜大伤,脏腑大热,舌太黄厚而易,多为弹热,时机或是热内润,舌太黄滑而软,为良需表现。 二,舌太厚,有口气,一个人如果肠面舌太很厚,而且有口气,一般说明会有点小问题。 如果没有其他不舒服的感觉,可先从饮食起去调养入手,保持生活规律,轻质舒畅愉快,是容易消化的食物。 多吃蔬菜,水果,少吃费蜜,油炸食物,最好不喝酒,不吸音,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。 异常舌太和口气有望自愈。 三,舌太大黑,粘密。 如果仅见这种异常舌太,而舌边坚持正常的淡红色,千无其他明显不适。 有时属于染色现象,这患者可能使用了某些灼色食物,或服用了某些药物,即可出现黑苔,而且大病一发黑,服用烫生素,有时已可出现黑苔。 以上情况不属病态,不必紧张。 四,舌太花苞。 有的人舌脸上出现不规则的地图样,有的地方有苞苔,有的地方光滑屋苔,这叫地图舌。 五,舌头有裂纹,六,舌边有齿印,七,舌红,太后,便你,有的人体肩不嫌大便,口臭,舌太后,舌边天红,酿黄,此属为火圣,为中火热内圣,主气上你,心争口舌。 不出现口臭,舌太拔黄,热伤精液,尝到食温,不出现大病干节,此时可服用大黄,黄莲,黄芹,山芝之类中要经热泄火,在饮食上需继酒,即食吸烂热性食物,如辣椒,羊肉等。 多吃蔬菜,水果和清淡食物,多喝水,日常饮食调食。 一,增加绿叶蔬菜摄入,多纤维的蔬菜能有效的排毒,养肝,降低它是知毒剧疾的风险,比如大白菜,菠菜,芹菜等等。 二,多吃富含维生素的蔬菜,比如胡萝卜,对改善便秘很有帮助,也富含悲剧胡萝卜素,各种各毒素,新鲜的胡萝卜排毒效果比较好,因为它能清热解毒,热肠通便,打橙汁再加上蜂蜜,柠檬汁,既好喝,又解渴,也有力排毒。 三,多用杂粮器带精米冰面,也满,能化肠通便,促使分辨体积变大,水分增加,配合纤维促进肠胃乳动,发挥通便排毒的作用,红薯所含的纤维质松软,易消化,可促进肠胃乳动,有处排便,小米不含不质,不会刺激肠道壁,是属于比较温和的纤维质,容易被消化,因此适合搭配排毒餐食用, 小米粥很适合排毒,有净热裂尿的功效,营养丰富,也有助于美白,糙米就是纯米,保留米汤,有丰富的纤维,有吸水,吸汁作用,极相当的饱足感,能整肠滤变,有助于排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